家族落难后 我被迫嫁给了新科昙花郎 婚后三年 我对他很不好 从未远房 一根手指头也不让他碰 可我死后 却看见他抱着我的尸身偶血 一叶白了头 重生回来 我忽然想对他好些 我与顾行渊成亲第二年 他便外放离京 去了燕门平乱 北方苦孩 他顶着风刀双剑 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寒夜 有人从燕门回来 带消息说 顾大人衣着单薄 却不肯要百姓为他做的衣裳 一双手都动坏了 丈夫出远门 于情于理 妻子都该给他做寒衣的 然而 我在屋中默然盘着佛珠 心中只想 这关我什么事 是他自己要娶我的 成亲第一夜 我就告诉过他 我早就心死如灰 不会爱他 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他心中应该清楚 他就算是死在燕门 我也未必会去给他收尸 第二日 我睡到五间才起床 春喜急急忙忙跑进门 喜当 顾大人来信了 我接过来 看也未看 便轻飘飘地丢进了火炉 春喜一惊 哎呀 夫人 您怎么给烧了 不用看 我知道那信里写的什么 无非就是四个字 安好 雾面 顾行愿外放两年 每月暗示 给家里来信 信中内容从没变过 只有四个字 安好 雾面 不知道他写着做什么 这个家里 并没有人验着他 春喜眼瞧着信被烧成灰烬 十分可惜 又不敢再说我 僵持了疑惑 他又转移话题来逗我开心 夫人 我听说 顾大人在燕门治理有方 声望极高 百姓都很爱戴他呢 等他回京 说不定就能升官了 我正了正 轻笑 升不了的 他娶了我这最臣之女 自断仕途 这辈子也不可能升官了 但 也不是没有转机 你说什么 春喜有点耳背 我对他笑笑 你出去吧 哦 我想吃梨蓉膏 你去街上看看有没有 许是太久没对他笑过了 他一时高兴 点点头立马跑了出去 我将院门关好 镜面 描眉 戴上我最喜欢的一对玉兰簪 从箱底掏出了那瓶藏了许久的贺顶红 然后携上一盏新茶 将贺顶红悉数倒入 晃云许了个阳光极好的小角落 坐在藤椅上 慢悠悠的将一盏茶引进 手中的一叶信纸被揉成了团 那上面 是我爹娘在凝固塔病死的消息 我今日 是要去与他们团圆的 我爹入狱前 便已有了预感 为了保我一命 他决定将我嫁出去 此后 我便不再是薛家女 家族落难 我也能逃过一劫 他担惊节律 只为保住我 可他有没有想过 家破人亡 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是活不下去的 贺鼎红发作极快 我痛苦了一阵子 蜷缩在墙角 蹊跷流血 指甲抓进了泥里 等春喜回来时 我已经不行了 希望没有吓到他 我这样想着 才发现自己正飘在空中 眼看着春喜嚎啕大哭 急匆匆背着我去找郎中 没有了 吃了贺鼎红 神仙难救 我在那个晚上彻底怨了气 春喜飞鸽传信给了燕门 第四日 顾行渊就回来了 从燕门到京城 十日的矫程 他日月不休 换了好几匹马 三日就赶回来了 他双目星红 蜜色憔悴 下了马 便直奔向我 那时我的光果尚未做成 时身被安放在一张小榻上 好在天寒地冻的 身子还没有腐坏 顾行渊抱住我 痛苦的浑身发抖 哽咽不成声 慈盈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他额上轻轻抱起 几息后 竟生生呕出一口鲜血 我望着他 十分困惑 顾行渊 我对你那么不好 你为什么还要为我伤心呢 我死了 你不再是罪臣之序 将来关运亨通 清云直上 你该高兴才对 但顾行渊听不见我说话 他只是抱着我 怎么也不肯撒手 春喜立在一旁 早已经哭肿了眼睛 一一呜呜的说都是他的错 劝顾行渊解哀 别伤了身子 顾行渊听不见似的 抱着我 狼狈的不成样子 一坐到天明 春喜再来看他时 吓了一跳 他头发全白了 我在这里看了一夜 始终想不明白 顾行渊究竟为何 这样伤心 当初我爹要把我嫁出去 央求许久 京中却无人敢接我 这块烫手山芋 就连我的青梅竹马 大理寺少卿沈一谋 都对我避而远之 心灰意冷之时 顾行渊登门求亲了 他是新科探花狼 才华横溢 人品贵重 又生了一副好皮囊 当朝宰乡 要把女儿嫁给他 都被他拒绝了 他转头去要娶我这祸端 有人问他为何 他说 若今时 我爹曾赠他一碗水解渴 可是 倘若只是因为一碗水 顾行渊 你为何会在我死后 伤心成这副模样呢 我坐在顾行渊面前 仔细看他 还真别说 从前我未曾正眼瞧他 连他长什么样都不太记得 若今细细一瞧 才发现 他的脸生的极好 眉目深邃 清冷俊冷 很对我的口味 放着这样的美人三年没动过 我确实有些也瞎了 只可惜 我已经死了 一阵风吹过 我的灵体渐渐变得透明 我想 我这是要走了 顾行渊的发丝被风吹动 他一动不动的抱着我 目光死寂 好似一句行尸走肉 我伸手擦了擦顾行渊的脸 别伤心了 从此以后 没人拖累你了 你升官去吧 我升天去了 我随着风飘走 渐渐失去意识 夫人 顾大人来信了 夫人您快醒醒啊 春喜叽叽喳喳的声音 吵得人耳朵疼 我揉了揉脑门 烦躁的睁眼 好了春喜 我知道了 说完 我胡弟一愣 我不是死了吗 我低头看了看 发现自己双手鲜活 还能感受到炭火的温暖 十分不可思议 春喜 我还活着 夫人 您睡萌了 哪有人睡个午觉 把自个睡死的 春喜睁着圆圆的眼睛 使劲看我 我这才发现 春喜的个子矮了一点 小脸圆呼呼的 比印象中嫩许多 我抬眸看向四周 我所在的位置 是茶楼的一扇小窗边 窗外行人如知 来往的女子面上画的 皆是一年前盛行一时的落眉庄 春喜 这是哪一年 如今盛保十年啊 完了 夫人 郭大人才去厌了一年 我就把您照顾成痴呆了 等她回来 我怕是要完 春喜小嘴一撇 愁微苦脸的 我争冲片刻 猛的掐了自己一把 清晰的疼痛才让我明白过来 我活了 还回到了一年前 这是 我爹娘病死的前一年 脑中某跟弦呼地一跳 我突然想起来 我在一时消散之前 眼前莫名其妙飘浮着许多纸张 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冤字 莫非是在暗示我什么 上天让我重生一回 会不会 是为了让我给爹翻案 茶楼门口突然热闹起来 我回过沈 顺着看过去 陡然撞上一双琥珀色的毛子 人是大理寺少卿 沈一谋 他看着我 正愣片刻 身旁的同僚出生野鱼 沈大人 老情人见面 不打个招呼吗 沈一谋眉头一皱 十分厌恶的样子 语调森冷 我与此女并无干系 杨大人这般喜欢胡言乱语 小心半夜被人拔了舌头 我嘴角抽抽了一下 当年我爱慕沈一谋 为她清尽心血 满城皆知 我家落难后 她却对我闭门不见 早让我寒了心 如今静还有脸嫌弃我 可笑 我起身就走 春喜 回家 好好吃个茶 也能遇到这温神 实在晦气 沈一谋眼皮子一颤 不动声色的一开眼 授学修长的手在袖中钻紧 我走出茶楼 脑海里不断闪出那些 漂浮着纸张的画面 想了又想 终是没有头绪 春喜跟上来 急到 夫人 顾大人的姓名还没看呢 顾行渊 我停下步子 扭头看着她手里的书信 脑海里浮现出我死时 顾行渊偶血的模样 一时恍惚 她却厌门一年 我从不曾捎过一句话给她 但她还是每月按时写信回来 顾直的让人不解 给我吧 我看看 我接过信 打开 仍是平平无奇的四个字 安好 雾面 心脏没来由的疼了一下 她所有隐匿的爱意 所有藏于心底的期待 都寄托在这短短四个字中 前方许多夫人围在一起 愣轰轰的 抱着一大包东西 似乎在跟一个人嘱托什么 春喜望要望 道 天冷了 这些夫人们都做了寒衣 给在边疆的夫君寄去呢 也不知燕门冷不冷 顾大人走时一拙单薄 如今定是冻坏了 哎 天这么冷 别人都有寒衣 就她没有 真是可怜 哎算了 她应该早就习惯了 春喜说起话来 句句都是暗示 我从前怎么没发现呢 不对 我不是没发现 我只是不在乎 我忽然觉得自己最大恶极 好了春喜 我揉了揉脑门 去买两件成衣给顾大人寄去吧 现做事来不及了 不过我想她应该也不在乎 是不是我亲手做的 有就不错了 春喜眨了眨眼 不敢相信似的 随即蒙蒙点头 好的夫人 八 夫人 你要捎封信去吗 我没给她写过信呢 我对她一直不好 突然写信关心她 会不会有点奇怪 算了 还是写吧 我转进一间游艺 要了纸笔 琢磨半天 不知道写什么 我抬头望着窗外 不知何时 额毛大雪正速速落下来 伴着热闹的人间烟火 快过年了呢 上一世 顾行渊在过年前回来了 只是那时 我对她十分冷淡 在屋中拜佛念经 一面也不肯见她 楚西夜 她来邀我一起守岁 我嫌她烦 泼了她一杯冷茶 紧闭房门 她清清冷冷的立于屋外 看院里落了一层雪 事发都凝了霜 直到新年夜的爆竹响完 才自言自语搬到了去 夫人 新年好 怨得尝如此 年年雾后心 从那之后 她再也没来找过我 直到回燕门那日 都特意嘱咐春喜 不必告诉我 不要扰了我清静 往日待她的装装渐渐 犹如昨日 回想起来 深觉自己当真是铁石心肠 我轻轻叹了口气 垂手执笔 认真写下八个字 年关将近 叛军走归 信和寒一寄出后 春喜高兴的一路直念叨 等顾大人收到 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高兴 也无暇去想 眼下 我只想给我夫妻翻案 我思来想去 只能从上一世检举我爹的那些人入手 暗中监视 不知是我方向错了 还是他们太过谨慎 监视了近一个月 都毫无收获 事情一下又陷入僵局 直到那月二十这天 我路过大理寺 远远瞧见那些牙翼 像蚂蚁一样搬东西 进进出出 好奇问了一嘴 才得知 原来是大理寺年九十修 开了几间屋子 如今正整理东西 准备翻修呢 我忽然有了头绪 如今大理寺中乱糟糟的 我或许 可以趁机拿到我爹一案的卷宗看看 只是 我在大理寺中唯一认得的人 就只有沈一谋一个 上个月 我才在茶楼骂了他呢 草帅了 早知他有用 我忍一忍又怎么了 我犯了难 思来想去 最终还是去买了一打小礼品 厚着脸皮去找沈一谋 从前沈学两家交好 我想进沈府就能进 如今我家败了 立在门外 干等了半个时辰才被人领进去 接待我的是沈一谋的娘亲 他立在廊下 目光刻薄 你如今已为人妇 还来纠缠我家二郎做什么 我不便与他说此行的目的 只微微笑着 我与沈郎自由相识 是极要好的朋友 自从我出嫁 久未相聚 今日恰逢沈郎休目 便上门待访 续一续旧 续旧 怕不是还对我家二郎有非分之小吧 他鄙夷的眼神 让人感觉如芒似在背 只是我求人办事 不管胡来 忍了忍 笑得更软 伯母误会 自我家人 与夫君寝色和名 恩爱无比 我怎会对他人有非分之小 恩爱 我可是听说 你嫁人两年 同那顾行冤话都没说过两句 这叫恩爱 外人知道什么 夫妻之间恩爱与否 只有当事人清楚 譬如伯母你与叔叔 床子之间的事 难道会讲给外人听吗 你 薛慈寅 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说这种话 她即是白脸的 身后的门突然开了 沈一谋淡淡扫了我一眼 道 母亲 让她进来吧 哎呀 二郎 你见这个丧门星做什么吗 沈一谋目光沉沉 并不言喻 她娘争不过 一甩袖 气呼呼地走了 沈一谋看向我 说吧 可是 我挠了挠头 嗨嗨 进去说 一脉脚 却被她挡住 一点余地也不留 就在这里说 说完快走 这 我没有法子 只好放低声音 我想请你帮个忙 找一找我爹的卷宗 话未说完 她冰凉的手 脸下捂住了我的嘴巴 无 她看了看四周 一把将我拉进屋 闭上房门 急眼立色 你要那个做什么 我甩开她的手 急当 沈一谋 我爹是被冤枉的 我想看看卷宗 为她翻案 你疯了 这不是你能看的东西 何况她已经认罪 再无转环的余地 你这是白费功夫 白不白费 做了才知道 沈一谋 我爹当年对你多好啊 你就不能帮帮她吗 你根本不知道 这案子牵涉到什么 薛慈盈 沈家百年望族 不能毁于我手 我是不会帮你的 她冷冷转过脸 不再看我 我望着她 心又凉了一半 当初我求她娶我 她也是这样说的 她说 沈家百年望族 她是嫡长子 自幽背负无数人的厚望 不可能为了我 自毁虔 也罢 反正来之前 我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好 我知道了 这几盒糕点你收着吧 就当新年礼物了 过年我就不来了 我放下礼物 落寞的离开 沈一谋忽然转身 薛慈盈 别再查了 我是为你好 二 我头也不回 打开门走了 出了神府 我抬头望着天 深觉无力 上一世 我爹叫我什么也别管 什么也别做 我听话了 结果最后 他和娘还是没能回来 这一世 我总得做些什么啊 可是 我又能做什么呢 腊月的风 刀子式的割得人皮肤生疼 我彷徨的哈了一口气 暖了暖手 一抬头 便见春喜 从雪中跑来 边跑边喊 夫人 顾大人回来了 我赶回去时 顾行渊一行人已经到家门口了 风雪正盛 他身起白马 身姿灼然 只是身后轻轻冷冷的 只有一个随从 我有些内疚 倘若不是因为娶了我 顾行渊早已经平步清云 前呼后拥 哪会如今日这般寒酸 夫君 我停下步子 笑着唤他 顾行渊转过头 看见了我 眼中闪过一瞬的亚异 但很快就压了下去 纵身下马 攥着缰绳道 克制而疏离 我回来了 我与他相对而立 陌生的不似夫妻 虽然想好了等他回来 要对他好一些 譬如一定要抱抱他 给他暖一暖冻坏的手 譬如跟他说 我其实很挂念他 盼着他回来 可等他真回来 我却局促起来了 我记得信他看见了吗 怎么他好像 也没有多高兴啊 我有点不自信了 但还是走过去 努力笑笑 望着他 你今年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燕门无事 便提早回来了 他道 随后 攥着缰绳的手紧了紧 问我 你写信叫我早归 可是家中出了什么事 我证了证 忽然明白 他为何如此了 因为我从来没对他好过 因为我从未回过他的信 所以他下意识地以为 我写信给他 即含义给他 必定是因为家里出了事 需要他回来 不是 我望着他 自自诚挚 是因为 我想你了 他的手一僵 心分明乱了 可是不知为何 他很快便清醒了 沉默片刻 他看着我 目中带着淡淡的落寞 是吗 可是 你刚从神府回来吧 夫人 你礼佛两年 肃淡至极 今日穿了旧时的鲜言衣裙 却是为了去见他 我脑海有一瞬间的空白 上一世我心死如灰 每日清奔古佛为伴 从未梳妆打扮过 这一世 我想打起精神来 好好活 不想却被他误会了 我急忙解释 不是的 我不是为了见他才穿成这样 而且我找他 是因为 要卷宗这种要坐牢的事 实在不好随便跟人说 我急得抓耳挠塞 胡周道 他欠了我的钱 我是去要债的 这理由太鬼扯 他果然不信 转过眼 失望又难过 是吗 他笑笑 很快 清晰一口气 将情绪抽离 淡淡看向我 你说是便是吧 说吧 转过身去招呼随从 平安 把东西搬到书房去 我立在一旁 恍然无措地看着他走进家门 背影萧瑟 春喜急得止嘀咕 顾大人这是怎么了呀 我定了定神 追上去拦住他 搬到卧房去吧 书房多冷啊 他语气淡淡 不必 我习惯在书房休息 那我来帮你收拾东西 不必 那我去给你打扫房间吧 我想跑到他前面去 却脚一滑 差点摔倒 顾行冤演几手快将我稳住 很快就收回了手 他看着我 薄唇紧绷 情绪在哪压抑 雌营 他染漠般的毛子定定的看着我 声音微颤 你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尽管说就好 我自会为你去做 你不必这样委屈自己 我哑口无言 他是认真的 他不相信我会突然转性对他好 他宁可相信 我是想要利用他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以前的我 对他太不好了 春喜和平安去做饭时 我默默立在书房门口 看着他整理东西 我叹了口气 忽然觉得人生好难 我重生归来 想给我爹翻案 一个月了也没有进展 想对顾行渊好一些 刚见面就搞砸了 我红了眼圈 站在门口掉眼泪 看着顾行渊 不说话 也不走 顾行渊无奈走了过来 你别哭了 外面这么冷 冻坏了怎么办 我一下扑进他怀里 你还知道怕我冷着 你这样觉情 干脆叫我冻死在外面算了 他身子一僵 心发疯的跳起来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与他从未有过肌肤之亲 他一时不能习惯 我 哪里绝情了 他声音发颤 你有 你这也不必 那也不必 全然看不见我的关心 只会一侧我 我抱他抱得更紧了些 真诚的望着他 顾行渊 我想通了 我想跟你好好的 从前对你不好 是我的错 以后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 行吗 他愣愣的看着我 我知道 他仍是不信的 但最终 他还是妥协于我口中的美好未来了 即便怀疑前方是深渊 也忍不住想要走走看 好 那你还不抱抱我 好 温热的手 生疏的浮上我的背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只能感觉到他的手 默默将我抱紧 我在他怀里偷笑 我就知道 这一招定然管用 这夜用饭时 我一个劲的给顾行渊加菜 他听话急了 我加什么 他吃什么 就是不怎么说话 夜里休息时 他又习惯性的去了书房 我直接抱上被子去找他 他坐在书案前 正在写树枝文书 抬头看我开门进来 一时愕然 我裹着被子 乖巧的在他旁边坐下 我来给你磨磨吧 他放下笔 要赶我出去 不用 天冷 你早点休息 我不 我固执的往他身旁凑了凑 又将被子分开一半 盖在他腿上 这么冷 你这书房连活也没有一盆 你还穿这么薄 太不安惜自己了 小心冻成老寒腿 等你老了腿疼 我可不会管你的 快点 盖好 暖暖的被子搭在腿上 他看了看我 还是无法拒绝 说冷的目光终究融化 好 他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转过头 拿起笔 继续写他的文书 顾行渊的字真好看啊 囚禁有力 又不失精致 不愧是探花狼 似何人一样漂亮 只是那手 却被冻出了好几道裂痕 瞧着触目惊心 我眼圈红了红 忍不住问他 顾行渊 你手疼不疼 他顿了顿 一边写 一边道 不疼 夜门苦寒 东伤是常有的事 我这一点伤 跟夜门被冻死的百姓相比 不值一提 不过 如今乱贼已除 民生恢复 再也不会有人冻死了 我的心紧了紧 以前总听人说 顾行渊在夜门声望极高 像他这样心怀百姓的 也难怪百姓敬他 我趴在桌上 越看他越觉得喜欢 这样的人 不该永远拘于人下 一枪报复得不到施展 我既重生一回 便一定要好好活 既要救回阿爹阿娘 也要救回顾行渊断送的仕途 梁九 他发现了我的目光 转头看我 你笑什么 我眨眨眼 我开心呀 我怎么捡到个这么好的夫君 长得好看 人品又贵重 他的耳朵梳地红了 又有几分慌张的转过去 说什么呢 他写了几个字 又隔下笔 太晚了 你快回去睡吧 我不 我等你 我朝他身边挤了挤 他身子一颤 克制着 不急不缓道 不必等我 我倦了 便歇在书房 我要跟你一起睡 夫君 去卧房好不好 我们本就是夫妻呀 他呼吸明智 似是忍了又忍 慈盈 听话 我不想你将来后 不等他再说什么 我起身缓住他的脖子 亲了一下他的唇 顾行渊身子一阵 心跳得极快 软末一般的漆黑的毛子落在我唇上 流离片刻 如被蛊惑一般 掐住我的腰恶狠地亲了上来 我浑身松麻 只觉得自己仿佛要被他揉进身体里了 我从不知道 他一个文官 力气竟能这么大 理智消失的最后一刻 他嗓音沙哑地问我 薛慈盈 你可想好了 嗯 别后悔 一日清早 顾行渊用被子将我裹住 抱回卧房 一开门 恰遇见春喜和平安起床打扫庭院 他们两个年纪小 硬是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随后双双羞难低头 红着脸跑开了 顾行渊将我轻轻放在床上 眼中带着浅浅的笑意 你再睡惠儿 我上朝去了 我乖乖点头 嗯 他欠了清我的额头 要走 又忽然回过头来问我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我回来使给你戴 我要梨绒高 好 他温柔笑笑 这才走了 我睡到中午才起来 用过了饭 便带着春喜 充温置办年货 下午时 又去驿站 想法子给我爹娘寄了些衣物和智商含的药 他们被发配凝骨塔 常年有专人看守 寻常时候 信件和物资都到不了他们手上 只有过年的时候 看守才会通往一二 我在包裹中加了信 只说了自己近况很好 让他们保重身体 别的 什么也不能写 这信从寄出到送达凝骨塔 是要被翻来覆去检查许多遍的 回去的路上 我恰巧遇到顾行渊下朝回来 他没发现我 正站在一家首饰店前挑选 我按住春喜 叫他别出声 两个人一起躲在旁边偷看他 首饰店的店主任的顾行渊 笑呵呵的问他 顾大人 给夫人挑首饰呢 顾行渊笑着点点头 拿起两只簪子 眼底的温柔几乎要化成水淌出来 挑好了吗 大人 总觉得他戴哪只都好看 那就都要吗 大人您这么疼夫人 夫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顾行渊敏纯倾笑 将两只簪子一并递给老板 都要了 仔细包好 好嘞 我躲在后面 听了心花怒放 春喜也激动的执救我的衣裳 我正打算跑过去找顾行渊时 呼听了背后一阵骚乱 抓逃犯 抓逃犯 一匹马蜂跑过来 锁到之处 鸡飞狗跳 许多人为撞倒 哀号不止 路人纷纷冲向路边 掀翻了沿街的小滩 瓜果蔬菜滚了遍地 我和春喜也被挤到了凤里 顾行渊回头看去 脸色一变 跑向那逃犯 他手无寸铁 跑去追难恶人做什么 顾 尚未喊出口 便见他脚下一蹬 竟翻身上马 将逃犯揪住 二人双双滚落在地 寒光一闪 逃犯抽刀向他劈去 他侧身一躲 反手夺刀 手起刀落 斩了他双足 心血喷涌 惨之飞滚 我将在原地 正正地看着顾行渊 他面上溅了两三滴血 目光冷却骇人 似山中野狼 逃犯直停停 倒在他旁边 邪染长街 哀号不止 他只淡淡扫了一眼 便将当扔给赶来的士族 出师腰排 阴色森寒 脱走 脚下那半个人被抬走之际 他才抬头 从人群里忘记了我 他愣了愣 一瞬间 目中的凶狠瞬间土崩瓦解 慈营 他跑过来 恍然望着我 想要伸手来拉我 却发现手上染了血 急忙握住 藏于身后 他看着我 慌得说不出话 我知道 他是怕我被他吓坏 怕我再一次厌恶他 可他低估我了 我定了定神 什么也没说 从袖中掏出手帕 走过去 抓住他藏起来的手 仔细擦拭 他压一片刻 心渐渐安宁下来 想要将手抽回 别碰 脏 我用力攥住 低头慢慢地擦 用轻松的语气 问他 你是炭花狼 又不是武状元 哪里学来的这打打杀杀的功夫呢 他垂下模子 夜门汉匪横行 待久了 自然就会了 汉匪横行 那些年 他都吃了多少苦头啊 我鼻头一酸 差点要哭出来 忙呼呼气忍下去 你给我买的簪子呢 我差要问他 现在去哪 还有我的梨绒糕 你是不是忘了 买了 交了所换 送回家去了 他低头看着我笑 夫人交代的是 我怎么敢忘 这日过后 我与顾行渊 便当真如寻常夫妻一般 过了几日安宁日子 白日里 他上朝 我做我自己的事 夜里 两个人便危在一起下棋读书 不几日 便到新年了 我望着四处腾空的烟花 心中惆怅 不知道宁古塔的新年 是如何过的 这些日子 我查到了一些线索 那些指认我爹证人 似乎都与一间花楼 有密切往来 但究竟是什么往来 我尚未查明 还有一年 我握了握拳 暗下决心 倘若不能翻案 我便是落草为寇 也要将我爹娘结出来 慈盈 你在想什么 顾行渊忽然出现在我背后 我吓了一跳 掩饰道 没事 为我爹翻案的事 我并没有告诉他 这件事毕竟危险 我不想连累了他 他却似乎看穿了什么 可是在想岳父岳母 哎 你怎么知道 他眸光动了动 望着我 最终掩饰过去 道 猜的 你放心吧 我托人去凝鼓塔 探望过他们了 他们一切都好 好 那便好 谢谢你 我对他笑笑 他不再言喻 气氛一时有些古怪 我轻嗨一声 望着远处 不知哪个大户人家的烟花感慨 好美啊 你看 他笑笑 问我 你想放烟花吗 想也没用吧 这东西也不是普通人能用的 那你等我 我去去便回 八 我一把拉住他 你去哪里啊 今日各处商户闭门 也没处买去啊 你等着我就好 关好门 年节里小贼很多 他拍拍我的手 叫上平安 一起出去了 我在家中等待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便有人扣门了 来了来了 你怎么这么快 我冲在春洗前头 兴冲冲的开了门 眼前的人却是沈一谋 他身着黑袍 从头裹到脚 只露出一双狐狸般的眼睛 神神秘秘 像是怕被人认出来 你怎么来了 他道 拜年 你上网来吗 真稀奇 我纳闹地瞧着他 便见他眸子转动 往院内瞧了瞧 顾行渊 再不再 我轻痴 你管他再不再 你是来拜年 又不是来偷情的 真粗俗 他淡淡的 我被他约住 过了会儿 才往旁边让了让 既然来了 便喝杯茶吧 他像是等着我这句话似的 立刻抬脚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讨人厌的一个人呐 我当初究竟喜欢他什么 我气得对着他的背影 踹了一脚 我看见了幼稚 成了婚也一点没变 他冷笑一声 随即立在院中 摘下头上的斗篷 打量我家 最终露出一声清潮 堂堂探花廊 住所竟这样寒孙 我也冷笑 他又不像你 在英世家 百年忘族 哪有那么大的房子住 他本可以有的 却偏要娶你 自会前途 实在愚蠢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家房子破碍着你什么事了 没什么 就是感慨两句 你学会吃苦了 不错 有情银水宝吗 顾兰对我好 我不觉得苦 他被我噎住了 闷闷生气 我懒得跟他置气了 道 进去做做吧 不进去了 他神色淡淡的 将手里的一个包裹递给我 新年好 这就是你的回礼 什么东西 轻飘飘的 我给你买的礼物可是很贵的 我将包裹拆开 瞬间傻了眼 是卷宗 沈一谋 你 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懒得看我 要看就抓紧看 看完赶紧还我 谢谢你 我抱着卷宗冲进书房 沈一谋也跟了进来 我举灯翻看 果然发现了许多问题 这卷宗 多处信息都无法对上 错落百出 他们却用这个判了我爹的罪 沈一谋 你看 这些人前言不大后语 分明就是诬陷 有人指使他们害我爹 沈一谋双手拢在袖中 扭过头去 别跟我说这些 我是聋的 听不见 我低下头 继续翻看 只是卷宗很厚 一时半惠儿也看不完 大门又被扣响了 我忙将卷宗藏起 春喜匆匆跑过去开门 我远远地 便听见平安的笑声 大人 等夫人放完 能不能给我也放一放 您看 我冒着风雪陪您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顾行渊轻痴 你去问夫人 这都是他的 是是是 连大人您也是他的 顾行渊没说话 抱着一箱烟花进门 抬头就看见了我 和我旁边的沈一谋 他脚步呼地停住 看着沈一谋 谋中的笑意淡了下去 取而代之的 是微不可查的惶恐 我心一缩 静也踏起来 三步做两步跑过去 夫君 你回来了 这是烟花 快放下快放下 这么沉怎么还抱着 你别动 我自己放 带他弯腰将烟花放下 我便立刻扑进他怀里抱住他 夫君最好了 你手冷不冷 哎呀好凉 我给你暖暖 我抓住顾行渊的手 搓了搓 放到脸颊上给他误 又趁机偷偷亲了一下他的手背 笑望着他 他的目光渐渐安宁下来 转而看向沈一谋 我也转过去 才发现沈一谋立在屋檐下 静静看着我们 脸黑的向他 顾行渊不慎真心的潜败了一下 沈大人 沈一谋不理他 只是冷冷的问我 卷宗还看不看 不看我拿走了 糟糕 沈一谋怕事还不知道 我瞒着顾行渊呢 但没关系 我一会再糊弄过去 还要看的 只是这卷宗太多 一时半会儿看不完 你能留给我开一天吗 我明日还你 你还要开一天 沈一谋深吸一口气 道 薛慈盈 你记住 这卷宗是你偷的 不是我比你的 我点头 放心 绝不连累你 你最好说到做到 他冷哼一声 便戴上斗篷 快不离开了 我真不懂他 如此害怕被连累 却又要冒着风雪 给我送卷宗 来便来了 一句好话也没有 生怕人记他一分恩情似的 真是别扭 沈一谋走后 顾行渊果然问我 什么卷宗 啊 没什么 就是那个 一个画本子 你不会爱看的 是吗 是啊是啊 我笑着抬头 可对上顾行渊的眼神那一刻 却忽然一时空白 他虽然什么也没说 只是静静看着我 但目光中藏着失望落寞 分明是很受伤 记得刚成亲时 他试着接近我 试图让我依靠他 信任他 可是那时候 我沉溺在自己的苦难中 也是到了极点 一次次恶狠狠地把他推开 慢慢的 他看我的眼神就变了 失望 落寞 恰如今日 这些日子 虽然我已经对他很好 可这对他来说 似乎远远不够 我一直能隐隐感觉得到 他在忍受 在迁就 在等待 而我却不知道原因 现在 我忽然明白 他真正想要的 不仅仅是服于表面的幸福 而是我能够信任他 依靠他 和他没有秘密 夫妻一心 我改了主意 牵住顾行渊的手 你来 我带他进书房 将卷宗拿出来 翻给他看 他垂眸看着我 有片刻的压抑 这是我爹那装案子的卷宗 我一直想给他翻案 所以才去找了沈一谋 求他把卷宗给我看看 对不起 我之前是怕连累你 他一直没跟你说 我知道 他看着我 忽然笑了笑 你这些天在做什么 我都知道 我只是 在等你亲口告诉我 慈盈 你能跟我说这些 我很高兴 你知道 我猛的抬头 望着他 既因他这些话而高兴 又开始忧心 可是 我做这些事 是很危险的 顾行渊 我不想连累你 如今你知道了 我们便合理吧 将来出了事 你便不会 话未说完 顾行渊便将我拉入怀中 低头稳住我的唇 直到我安静下来 我不怕连累 我只怕你不信我 我和顾行渊看了一页卷宗 腾抄了一份 我自己看不出太多 但顾行渊身在观察 他看见了隐藏的信息 比我看到的多得多 他如抽丝包茧一般 很快理出了头绪 你说你前些日发现那些人 与一间花楼联系密切 这便对了 这花楼的幕后 朗庆庄 私下里 与许多王公贵族 做着生意 他的堂兄 恰好就是当今 国舅韩破的管事 他们两兄弟 便是韩破的走狗 你爹曾经参过韩破一本 这幕后主使 不言自明了 韩破 韩贵妃的亲哥哥 我一时心惊 韩贵妃谁人不知 他的戎宠 成过皇后 而韩破 亦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臣 过去我从不知 原来要害我爹的 会是这样的大人 为己 我握了握拳 拳臣又如何 我爹是被冤枉的 我定能还他清白 冷静 辞淫 顾行冤臣声道 韩破为高权重 以你我之力 很难动他 你爹不知道自己是冤枉的吗 他为何认罪 为何不申诉 因为他惹不起韩破 我们就算找到了证据 也申诉无门 这经中处处都是他的势力 没人敢审判他 这世上 只有一个人能帮我们 韩破所有的荣宠 都来自这一个人 我愣了愣 很快反应过来 你是说 他 顾行冤点点头 这个人 自诩天下第一聪明 最讨厌的是 就是被欺骗 韩破是他最听话的狗 他不在乎韩破 有没有害过人 他只在乎韩破忠不忠心 听不听话 而据我所知 韩破暗地里坐下的 武迷他的事 可不少 我明白了 韩破身受那人宠幸 若我直接状告 韩破诬陷我爹 那人未必会管 反而会让韩破 则趁此机会打击报复 但若让那人知道 韩破阳凤英雷 忤逆了他 形势便完全不同了 我要救我爹 就必须先扳倒韩破 而现在我们缺的 就是韩破 欺瞒那人的证据 一夜商议过后 我有了清晰的计划 始终悬着的心 总算安稳了一些 我将腾超的卷宗藏好 于大年初一的清早 巧装打扮 从后门入神府 将原卷宗送还给沈一谋 他似乎算到了 我何时会来 端门派了人接我进去 你倒是守信 沈一谋收过卷宗 顺口问道 看出什么来了吗 我稀稀道 你不是龙的吗 他一梗 我忍不住笑了笑 好了 沈一谋 这卷宗很有用 我和顾行渊推测 问候主使应该是韩破 我如今已经知道 要怎么做了 韩破 他惊了一下 但似乎又觉得 在意料之中 那可是权倾天下的国旧 你就算有证据 也告不了他 惊中处处都是他的势力 没人敢骂他怎么样 你这话倒跟顾行渊说的一模一样 他十分不屑的样子 别拿我跟他比 自作多情 谁拿你跟他比了 他咬牙 你 赶紧走吧 好 我走了 沈一谋 多谢你肯帮我 我可没帮你 知道了知道了 你放心 我绝不会远累你 他默默看了看我 扭开脸生闷气 不说话了 我朝他拜了一拜 转身回家 他却突然在背后骂道 你去吧薛慈盈 管你捅下什么娄子 我都不会再帮你 你就是死了 我也只会拍手叫好 我顿了顿 回身朝他笑笑 知道了 沈大人 他没好气的关了门 我开始寻找韩破 气上满下 玩弄全数的证据 有了顾行渊这官场中人的帮助 一切都容易了许多 几日后 那家与韩破关系密切的花楼宣布 要举办一场全方宴 我们便决定趁此机会 混进去调查 为防备认出 我们都乔装打败了一番 好多眼熟的人啊 你看那几位 往日还曾去我家做过客呢 看起来那么青年正直 没想到也会来花楼寻欢作乐 官场中人 大多表里不一 见怪不怪了 那你呢 顾行渊笑了笑 我 我自然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一朵了 我们往里面走了走 没几步 顾行渊便被人拦住了 一个体态丰满的女人扭了过来 笑盈盈的看着顾行渊 哎呦公子面生的很呀 头一次来过花楼 他说着 几位美人也凑了过来 这位郎君好俊呢 不是 顾行渊都满脸大胡子了 哪里俊了 郎君可要人伺候 不瞒郎君 妾身也学过诗词歌赋呢 另一名女子笑盈盈的看着顾行渊 仿佛只要他点点头 他就要倒贴钱呢 顾行渊礼貌笑笑 时辰尚早 不急 我再看看 听他这样说 几人店也不自讨没去了 转身就走 则意思便是看不上我们了 走吧走吧 终究是我不配 几个美人走了 顾行渊带着我上楼 一边转悠 一边不动声色的观察 我看着楼下走来走去招来客人的女子发呆 顾行渊低声问我 怎么了 我摇摇头 又叹气 他也学过诗词歌赋 曾是知书史里的人呢 怎么会沦落到风月场所来呢 顾行渊也看向他 神色复杂 许是被卖的 又或许是被抢来的 韩珀为了巩固地位 在各地都开了这样的花楼 用来拉拢官员 而这些从各处网罗来的女子 便都是他青云路上的祭品 真是可恶 顾行渊垂眸 偷偷捏了捏我的手 案子会翻 恶人会扶朱 师到也一定会清明的 我点点头 看向楼下 呼地眼前一亮 顾行渊 你看 是花楼的老板庄涵 他进了门 便直奔楼上 看神色 似乎是有什么要解释 我与顾行渊对视一眼 默契地跟了上去 发现庄涵进了顶楼的一间屋后 过了很久才出来 神色如常地到楼下招呼客人 那屋中 定有什么机密 我们假装无所事事地往楼上走去 顶楼的楼梯口 守着一名标形大汉 顾行渊借口问他毛测在哪里 趁他不备 一掌劈晕了他 将他丢进一间空房所住 随后便带着我溜进了庄涵进的那间小屋 经过一番寻找 我们果然发现了机关 在书柜后面 找到了庄涵与寒破往来的信件 这种东西 本该烧掉的 但庄涵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将信件藏了起来 只是 正当我们翻看信件时 门却突然被踹开了 庄涵不知为何去而复返 带着人堵了上来 刚才接待我们的老宝 站在庄涵背后 插腰骂道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对劲 糟了 几个人拿着棍子冲了上来 顾行渊一脚踢翻桌子 将他们撞开 反手抱住我 破窗而出 从走廊往下逃 身后不知是水点了一把火 浓烟滚滚 花楼一时间大乱 众人纷纷往外逃窜 我和顾行渊被人一路追杀 逃到了绝路 庄涵提刀赶来 冷笑着 看你们往哪跑 我被顾行渊护在背后 手脚冰凉 这么多打手 我们是逃不出去了 对不起 我连累你了 我内疚到 顾行渊却笑笑 说什么呢 自从那年关道上你救了我 我便决定 此生为你而活了 我救了他 我证了证 忽然想起来了 我爹被陷害的前一年 曾带我去京郊游玩 回来的路上 意外碰到了一个倒在路边的男子 我心生不忍 便要求我爹救救他 那是天色昏昏 我在马车内 并没有看清他的长相 原来是他 我忽然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是顺手的事罢了 顾行渊 这哪里值得你为我而活呢 装寒挥刀冲来 顾行渊将我护在身后 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 然而 搜的一声 一只飞雕破空而至 打落了庄寒手中的刀 助手 门口传来绿喝 冲进来许多官兵 庄寒捂着手 叽叽败坏吼道 什么人敢来管我万花楼的事 一声轻痴 门口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身着官袍 抱刀而立 披靡着他 本官 乃皇上清风了大理寺少卿 兼经纪副都尉 你说 本官是管的 还是管不得 沈一谋 我没想到 他竟会出现在这里 庄寒猝了醋眉 道 你来做什么 沈一谋扫了我与顾行渊一眼 淡淡道 有人举报你们万花楼 幽禁虐待梁家少女 本官特来搜查 庄寒大笑一声 大摇大摆走了过去 你可知我万花楼是谁的产业 小小大理寺少卿 也敢来造次 万花楼那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其实早就人尽皆知 只是有寒破护者 无人敢查 所以庄寒才敢证了嚣张 沈一谋冷笑一声 忽然眸光一闪 手起刀落 装寒来不及惊呼 人头便已落地 老大 那些打手见状就要冲上来 沈一谋动也没动 邪逆着他们 语气森冷 你们敢杀 便猜猜看我这小小大理寺少卿 敢杀多少人 那些打手一时被镇住 犹豫不敢上前 沈一谋挥挥手 身后的官兵一拥而上 将他们全部拿下了 万花楼很快被烧透了 乌黑的凉木东倒西歪 摇摇晃晃 我们藏在远处的酒楼里 看官兵来回搬水灭火 顾行渊牵着我走到沈一谋面前 拜了拜他 多谢沈大人 沈一谋不想理他 却还是理了 你多谢自己命大把 他还是这么不好说话 我无奈地笑笑 问他 你怎么会来 沈一谋看看我 冷哼一声 我的随从碰巧路过 看见你二人被困 便赶回来通报了 可是 我与顾行渊乔装德 连春喜都认不出了 如飞从一出门就开始跟踪 他的随从是不可能恰好认出我们的 只是 我没有揭穿他 尴尬笑道 是吗 你随从他人还怪好的嘞 他一梗 不再搭我的茶了 我问他 你为了救我们 杀了韩珀的人 接下来打算怎么收场呢 他看向我 你怎么凭空乌人清白 我今日是接到报案 为了拯救被囚禁虐待的梁家少女 才杀的庄韩 什么叫为了救你们 我可是在处理公务 韩珀他怎么会因为这点事 得罪我们沈家 原来那借口并不是他临时发挥 而是早就想好的 不愧是沈一谋 永远都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对了 沈一谋呼道 你们今日探访万花楼 可有找到什么 不会空手而归吧 那倒没有 我从怀中掏出了方才趁乱抢出来的信件 顾行冤雅一片刻 敏唇笑笑 也从怀里掏出了一搭信件 不愧是我夫君 沈一谋看着我们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你们两口子倒是默契 临走时 沈一谋又透露了一个消息 韩珀曾经一度野心膨胀 请工匠打造了一批禁物 造完 那些工匠便人间蒸发了 只是 那些禁物在哪里 却无人知晓 就连大理寺的密探 也查不到 若能找到 扳倒韩珀便有多了几分把握 沈一谋说完 还不忘补一句 不过 这得你们自己去试试 我就随口一说 可没打算帮你们 顾行冤笃定的笑笑 只要这东西的确存在 我便一定能找到 七 沈一谋懒得与我们再多说 包刀走了 回家以后 我和顾行冤将证据一一整理 原本五六分的信心 如今已有了七八分 倘若一切顺利 我们会找到韩珀私藏的禁物 然后去告狱状 但变故偏偏发生了 大年初五 在顾行冤出去跟踪韩珀那日 沈一谋突然登门 拉着我的手就走 薛慈盈 跟我走 怎么了 我见他神色异常 有了不好的预感 心一下提了起来 沈一谋平复了一下呼吸 看着我 一字一句 犹如屏蔽惊雷 今日 大理寺密探截获了一支 从韩珀府里飞出的信鸽 韩珀传信宁古塔 令他们立刻诛杀伯父伯母 韩珀 已经查到你头上了 所以 他要杀掉我们一家灭口 我浑身站立 几乎无法自控 不行 我不能走 我爹娘怎么办 顾行冤怎么办 你不必担心顾行冤 他身手好 身旺又极高 韩珀暂时不能拿他怎么样 至于伯父伯母 我已经传信 命人去照看了 倒是你 现在最危险的 就是你了 可是我躲起来有什么用 以后呢 他全是滔天 总有办法找到我 而我爹我娘 也是一样跑不了的 我牙关打战 凝神细思片刻 抓住了沈一谋的手 沈一谋 我要去见皇上 他一愣 很快明白我要做什么 你疯了 你可知你这是在赌命 若被你那便宜夫君知道 不得管了我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呢 这世上 还有谁能越过寒破 保住我爹娘 你能了 沈一谋沉默了 沈一谋 这一次 我必须要赌 当天夜里 我在沈一谋的帮助下 乔庄成道姑 混入了冬爵寺 偏殿内 庆帝正在闭目养神 面前的小姐上 软着一炷香 她多年前心修到炼丹 每逢年节 便会来冬爵寺屁股 而我便是趁着机会 才能来到她面前 我端着一盆水 尚未走近 便见她书弟睁开了眼睛 脚不虚伏 你不是修道之人 旁边的侍卫文言 竟立刻抽出了刀 我立马跪下 皇上明察 她悠悠看着我 命无表情 这气场极强 说吧 你有何目的 我握着拳 指甲嵌进肉里 强迫自己不要发抖 民女到欲壮 她眉头动了动 懒散坐着 柔有兴致的示意我说下去 哦 要告什么 说来听听 亲弟此人 自诩天下第一聪明 她最骄傲的事 就是一个月上不了几次潮 只靠给亲近的大臣传传话 正能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 她自以为胆小怕事 勤勤恳恳 对她绝对忠诚的那个人 背地里 却篡改她的旨意 瞒着她结党营私 迫害忠良 如今官场黑暗 杜宠当道 她就是天下第一罪人 但我不能这样说 她自负至极 我若说她错了 她怕是第一个就要杀我 我定了定神 拜道 自皇上登基以来 百姓安居乐业 国力强盛 震慑四海 皇上之功 千秋万代 这都是皇上运筹帷幄 知人善用的结果 可是如今 有人辜负了皇上的信任 利用植物之便 欺瞒皇上 愚肉百姓 败坏皇上多年以来的威名 民女深知皇上爱护百姓 一定会惩治奸臣 然而奸臣阻断盛听 民女告状无门 别无他法 只好乔装打扮 进入冬爵寺 貌似上见 庆帝面不改色 问道 所以 你要告的人 究竟是谁呢 民女要告的 乃是当今国舅 韩破 可有证据 有 我从怀里掏出那些证据 以及那份腾钞的卷宗 韩破知罪 皇上只需看一看这些 便一目了然 我趴在地上 久久不敢动 而头顶上 也久久没有声音 虽是寒冬 我额上却渐渐渗出汗来 不知过了多久 庆帝才丢下卷宗 命我抬起头来 他迷着眼 细细打亮我 压迫感极强 难怪朕看你十分眼熟 你是园里不识郎薛少之女吧 你叫薛慈盈 是不是 是 无 你六岁时 朕见过你 我低下头 牙关打颤 庆帝的聪明果然名不虚传 他的记忆力 实在恐怖 或许 这便是他整日修仙炼丹 却依旧能牢牢掌握权力的原因吧 皇上 我爹是被冤枉的 他是为了保住我的性命 才揽下罪名 如今他与我娘虽远在宁谷塔 韩珀却还是下令要杀他们猎口 求皇上救救他们 我趴在地上 庆帝却没有回应 许久 才轻吃一声 薛慈盈 你很会耍嘴皮子 可是 韩爱卿 是朕的公骨之臣 朕 为什么要轻信你一个罪臣之女的话呢 我猛的抬起头来 不敢相信 皇上 韩珀欺上瞒下 铁正如山 行了 来人 关起来 皇上 庆帝再不肯听我多说一句 便叫人将我拖了出去 我被拖入黑暗 近乎绝望 没想到 庆帝对韩珀的宠信 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我不知道自己被关在哪里 那日在冬觉寺 我先是被捆在一间产房 后又被套上麻袋打晕 转运去了别的地方 等我醒来 就是这不见天日的地牢了 这里只关押着我一个人 没有窗 没有阳光 只有对面墙壁上一盏油灯 似乎永远也烧不完 我只能靠送饭的时间 来推测过了多久 但这也并不准 因为有几次 我饿到快站不起来了 才有人送饭 我在牢中一日又一日 身子越发消瘦虚弱 我也越来越害怕 怕自己弄砸了 怕这一次 我还是没能救回爹娘 也怕等到顾行渊再见到我时 我又是一具尸体了 我脑海中想起上一世 他抱着我偶血的模样 心痛得像是快要被刀子搅烂 我想活 我不想再让他那么伤心 至少 至少再见一面啊 我蜷缩在稻草堆里 不停地掐自己 不让自己睡觉 我怕我一睡着 就再也醒不来了 浑浑噩噩中 不知过了多少日 地牢的大门忽然打开了 强烈光线照进来 让我极度不适应 几乎睁不开眼睛 许久 才看清庆地慵懒的身影 他靠在门边 淡淡道 薛慈盈 你走运了 有个好夫君 还有个好朋友 什么意思 我虚弱不堪 几乎直不起腰 两名侍卫抓住我的胳膊 将我拖了出去 我这才发现 原来 我一直被关押的地牢 上方就是庆帝的养心殿 养心殿内 一名衣着华贵的女子 哭得梨花待雨 皇上 你饶了哥哥吧 他是冤枉的 他胆小如鼠 怎会有萌异之心啊 皇上 庆帝无动于衷 朝不远处的侍卫使得的颜色 那女子便被拧了脖子 然后 庆帝悠悠转身 看向地上的我 我才知道 原来 我在冬觉寺被抓后 顾行渊和沈一谋便冒死潜入韩府 将韩破私藏的进屋找到了 我被关起来的这些日子 他们两人联合揭发了韩破 后又四处游说其他官员 一起检举 其中曲折 几句话难以说明 总之 如今庆帝已经把韩破给办了 那我爹娘呢 我问 庆帝缓缓道 朕抓你的同时 也已经传信 让人把他们带走了 如今 他们都在回京的路上了 原来庆帝那日 是听进去了的 他并没有那么宠心寒破 我如是重负 跪在地上 长长地虚了一口气 然后 便听见庆帝冷冷道 你貌似尚见 勇气可嘉 但是 乔装打扮 混入寺庙 这欺君之罪 不死 难以警示后人 我正正的望着他 许久 任命地点了点头 我从决定去见他的那一刻起 就想过自己会死了 他从袖中掏出一瓶毒药 扔在我怀里 镇念在你旧父心切的分上 给你留个全尸 你自裁吧 我颤抖着 将药萍攥入手中 忽然怕得很 你可有疑言 他问 虽然已经决心赴死 却还是止不住的难过 求皇上善待我爹娘 庆帝冷冷拒绝 善待不了 你爹虽是被诬陷的 可他当初认了罪 也算欺君 正许他回京 已是开恩 我啪哒啪哒掉了一会儿眼泪 金色的笑笑 那就求皇上 别让我父亲看到我的尸身 告诉他 我犯欺君之罪 永求地牢了 可好 我真的不想让顾行渊 再看到一次我的尸体了 他怎么受得了啊 上一世我对他那样不好 我死后 他都伤心得没了半条命 这一世 我们恩爱 琴瑟和明 好日子过了才没几天 他怎么接受的呢 我越想 便越难过 哭得不能自持 庆帝喜事嫌烦 催促道 你快点 这没功夫等你 我闭了闭眼 打开药瓶 两头喝了下去 我醒来时 是在回家的马车上 躺在顾行冤怀中 对面 做着沈一谋 他瘦了许多 见我睁眼 却忍不住嘲讽 醒了 进宫一趟好玩 那沈盈盈 我艰难开口 什么沈盈盈 我抬头 望着顾行渊 他面容憔悴极了 眼中不满血丝 看着我 又是心疼 又是无奈 薛子盈犯欺君之罪 已被处死 如今 你是沈家妖女 沈一谋之妹 沈盈盈 我 没死 还被安给沈家了 顾行渊抱我抱得急急 下巴轻轻蹭着我的额头 不要再做这样危险的事 不要再让我担惊受怕了 好吗 这些天我被抓走 他一定很害怕吧 我心疼得不得了 忙点头 好 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 正当此时 沈一谋忽然没好气的说道 不是说了薛子盈已经死了吗 你怀里这个叫沈盈盈 顾行渊抬头 看着他 点了点头 知道了 兄长 沈一谋一愣 脸都气白了 你恶不恶心 对了 你们是怎么找到寒破私藏的近物的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呃 让你的好夫君跟你说吧 我和兄长前在韩府好几日 都没有找到 最后 偶然碰发了寒破的巢符 才突然发现 他这巢符 外面是鲜鹤云纹 里面 竟是龙纹 八 这寒破一直在想象自己当皇帝呢 你们也真厉害 这都能发现 顾行渊目光悠悠 我不厉害 若不是兄长推了我一把 我也发现不了 我侧目看了看沈一谋黑的相探的脸 顾行渊 你故意的吧 真是好大一朵出于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啊 我回家七日后 我爹娘也被接回京中了 他们在凝固他两年 受了许多苦 须发皆白 看起来竟像是老了几十岁 我们一家总算团聚 抱在一起 哭了好久 顾行渊站在旁边守着我们 见我哭得厉害了 便递来一张帕子 顾行渊 你也来 来 一起哭 我把他拉过来 和我爹娘抱作一团 顾行渊低头 却浅浅笑了 半个月后 顾行渊回夜门复职 我送他送到城外 看着他和平安策马离开 心中不舍 却也甜蜜 顾行渊 这一次 家中有人念着你了 喜欢一个人 牵挂一个人 当真是天下第一美好的事 顾行渊复职后 没几日 沈一某也来我家门口 向我道别 他说 他在京中太久 已经忘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故而申请外调 去游历几年 他离开的突然 我什么送别礼物都没有准备 一下有些忙乱 不论送我什么东西 我看不上 我只好做吧 看了他许久 笑道 沈一某 谢谢你那些日子能帮我 你这么怕被连累的人 都豁出去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信你才好 我不是怕被连累 他看着我 深吸一口气 薛慈吟 说来你或许不会信 其实当初 我是决定要娶你的 哪怕赌上前程 哪怕被驱逐书沈家 也要娶你 只是我思虑太久 晚了一步 下定决心去找你时 顾行渊已经登门求亲了 他说完 神情忽然轻松了 仿佛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终于扳开了一样 我压抑许久 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真的 我一直以为 你厌恶我啊 我怎会厌恶你 你从前对我好 我是知道的 我又不是真的铁石心肠 他转过脸 冷冷道 薛慈吟 我能做的都做了 你从前为我做的一切 我全还干净了 以后 我可再也不欠你了 我半上没有说话 只觉得 他人也挺好的 只是太别扭了 知道了 还是谢谢你 别谢 不需要 我叹了口气 那便祝你一路顺利 将来 关运亨通 清云直上 不负审视全组的厚望 那是自然 我必然会成为一代贤臣 明垂青史 会的会的 江南雾后与京城不同 你照顾好自己 听说那边美人甚多 你或许会遇到自己命中注定的女子呢 这就跟你没关系了 走了 他去傲得笑笑 翻身上马 急行而去 长街一阵飞尘扬起 待尘埃落定 只剩下马蹄印三三两两 在行人的踩踏下消失了 我的生活 恢复了平静 每日不是陪着爹娘 就是给顾行渊做点衣裳斜袜 别人都有娘子亲手做的衣裳 他也得有 我在归中时 女工就是出了名的好 我做的东西 就是皇城里的秀娘也赶不上 顾行渊每隔几日便要来信 跟我讲燕门又发生了什么事 偶尔在信中加几根燕门的花草给我看 我因为回信少且慢 惹得他抱怨了许多次 两年后 他燕门任职期满 被调回了京城 刚回来的那一个月 我每天走路都走不稳 到后来 都回京几年了 每日黏在一起 他还时不时拉旧账 说我当年不想他 给他写信太少 夜里可见折腾我 有一天夜里 他突然醒来 呼吸急促 满面泪痕 他抱着我 浑身都在发抖 慈盈 你还在 太好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怎么了 他捧着我的脸 目光痛苦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 你厌恶我 连看也不愿看我一眼 不管我怎么做 你不肯让我接近你 后来我去了燕门 一封街一封地给你写信 盼着你能关心我哪怕一次 可是你好绝情 你从没有回过信 我正正的望着他 后来呢 后来你便一声不吭 服毒自裁了 连最后一面也不肯让我见 慈盈 不要这样对我 不要离开我 他抱紧我 双手指不住颤抖 他说的梦 正是上一世的我们了 不知是什么机缘巧合 这些竟然还会入他的梦 我抬手捧着他的脸 自自认真 夫君 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们俩 不也好好的吗 不怕 我会长命百岁 永远永远不离开你 就算你赶我 我也不走 他看着我 渐渐安宁下来 俯身靠在我肩上 如是重负的笑笑 我才不会赶你走呢 我知道 上辈子的事 不会再重演了 顾行渊在京城任职 生得很快 过了两年 皇上便赏了大宅子给他 搬进去的那天 他抱着我 轻声说 慈盈 我说过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不会食言 我们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的 我摇了摇头 在我心里 一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是好日子 唐前言叽叽喳喳闹个没完 仿佛在说 未来的每一天 都是好日子呢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点击屏幕上方 查看更多我的精彩小说故事